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很爱 就用这两个月最爱的一个颜色 就是我今天眼妆的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光绝影可能看不太出来 五色眼影盘的04号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盘 很好看 最深的这个颜色我用不到 别的颜色我都能用 最深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和这个没有什么它的区别上演 但别的的话都还比较明显 然后涂这个的话我也不会打烛光 我也不会拿别的盘再来 这一盘可以搞定所有 然后它很可爱 上面还有这一盘是一个小镜子 这个呢就很适合你出门 因为它自己有五个颜色 完全可以画整个眼妆 它还有一根这个小棒子 它在棒子勉勉强强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镜子 所以就还不错 这一盘有非常多的人会夸 像前几个视频 这时候大家会问 啊这明明的眼妆是什么 涂得好好看 基本都是这一盘 然后我去上班 同事会说你今天眼影也涂得很漂亮 就是也是这一盘 这一盘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好看 它有一点偏紫的那种玫瑰色 那种土玫瑰特别适合 我的眼型和我的肤色 我很喜欢这样 一个是遮瑕 这个呢是 Trish McEvoy 他们叫的这个Eye Lift 主要是涂在眼睛下面 这个地方来 它是橘色的 所以有一点点可以提亮 就是橘粉色 可以提亮 特别好用 然后它的那个保湿效果也是特别的好 我很喜欢 然后呢是Nurse的这一支 眼不打底 这个买得特别早 其实还有 还有很多还可以用 只是因为买得太久了 我觉得眼睛上面东西 不要用那么多年 所以我决定把它丢弃 没有什么缺点 很好用 就是能够看得出来有它和没有它的 这个眼中的区别 这些东西呢就是我比较意外的 在2019年用完的用空的铁皮 或者是用空的这种彩妆品 然后最后就是到了叫作业的时刻 还非常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水准 我知道我自己哪些完成了 哪些没有完成 开始吧 不要再去废话 直接买了一个大的搞定 是这个Naked Urban Decay的Naked 3的这一盘 因为开始上班了之后呢 我的化妆的风势也开始在变了 我不太确定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是上班呢 还是因为最近这两年的流行 就没有像原来 没有像18年那一年的样子 就是大家会流行比较夸张的眼影 比如说是那种很夸张的闪片 最近这两年 好像又回到了这种比较自然的 比较大地色一点的 大地色系一点的眼影 大家都不太那么的夸张 更追求的是皮肤本身的那种质感 而不是说我要全遮瑕那种肤质 也不是要全哑光的那种 现在大家好像已经变成了一样 我要有皮肤自然的光泽 能够看到我一点点的皮肤 要看到我有缺帆 包括眉毛也是不喜欢那种 很宽着的眉毛 喜欢比较自然一点点的眉毛这样 所以呢 我的化妆的这种喜好 也开始有了一些些的变化 开始走比较自然的风格了 所以呢今年用空的这种 也是比较自然的 这个呢就是像这个样子 比较诡异的是纸铁了 这边这个颜色 我觉得纸铁了这个是因为 我用刷子是这么用的 我画这一盘 我不会用别的刷子 我用它们自己的刷子 眼头我都是用这一把 就前面扁的这一边 我只刷对这边 所以就导致了 这边是能用空的 用了也可以看得到有铁皮 但是别的这几个就看不太出来 因为别的就是拿这种松粉刷去扫的 就还没有到铁皮 但是至少这个有一个 大家就原谅我吧 好吗 我最常有的前期 就是前面这几个 到这差不多就不用了 这两个颜色就碰都没碰过 大部分用的呢 都是集中在这一块区域 一个12个颜色的盘 我能够用其中的六个颜色 就说明一半 一半了也可以了 这个价这个钱也花的算是 相对来说比较值的了 这一盘其实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购买的 还蛮好用的 然后下面一个作业呢 是一个分泌的周霞 这个呢是用完了 这里有我掏过的痕迹 现在还能掏得出来了 只是说没有原来掏的这么多了 基本上是没了 这个我很喜欢 我觉得如果说 我还需要一款这种遮瑕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去买的 这个很好用 很好 非常好用 很推荐 美宝莲家的遮瑕真的很强 然后呢是巴米布朗 他们家的这个粉饼 什么霞光粉饼吧 这个其实我一开始会拿来 就是当粉底那样子直接涂 但那个时候是夏天 到秋冬了以后 我就不用那样子的方法 一个是因为我长黑了 之前呢有些粉底都丢掉了 不都丢掉了 就都没有办法用了 因为长黑了 所以像这个我也没有在用 因为这是他们家最白的一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 Pale Yellow 太白了 但是我还是给它用完了 是因为你看 你看是超级白 但是现在涂在床上 感觉特别棒了 就是它这个粉是超级无敌的细腻 非常非常非常的细腻 特别特别细 完全摸不出来有那种粉的感觉 现在我呢 它来做我的补妆神器 补妆的话呢 我就不追求水光机了 我更追求的是 把毛孔给遮掉 把那个斑驳的那样子给遮掉 所以呢 带在包包里 就是说装上这个 或者是直接放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去补妆的话呢 就是拿这个 如果你有喷雾就喷一点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拿纸巾把脸上的油纸给吸了 然后没有斑驳的话 就是我就会这样 搓一搓 然后盖在 轻轻地盖在这种出油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就慢慢地 就把这个给用成圆圆的了 然后呢是一个 没空 诶没空没空 这个是LORAMC的高光 没有铁不是因为我不爱它 而是因为它太难铁了 怎么铁啊 你高光每天就只装那么一点点 我能把他说成波浪 我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太难了 尤其到现在 最近我不喜欢用粉质的高光了 我发现 然后又是一个没铁完的 就是这个sex appeal 他们家的这个腮红不是不好看 是秋冬啊 秋冬谁要会用这种粉嘟嘟的颜色嘛 对吧 最近爱上了这种奶茶色 不是不是这个叫奶茶色吗 奶茶色啊 南瓜色啊 就那种比较偏橘一点的深色 就这个怎么搭 这个就没办法搭的呀 这个是不可爱的呀 我要的是那种成熟风啊 这个就不得劲了 不得劲 然后呢是这个butter bronzer 这个因为刻过一次就很小心了 主要是最近这段时间不太用bronzer 不要用bronzer 哎呀 既然再说这一次 另外一个bronzer是本来说要铁皮的 这个这个的bronzer 哎呀 你看动 像动作没动过一样 但不是啊 他们家这块真是太大了 哎 摸得出来又凹进去了 摸得出来又凹进去了 但是反正是没铁了 这么大一块 这个 这个跟500万的脸上多大 看到吗 跟500万的脸差不多大 怎么可能铁得了呢 好 这些都都梦一样 我真的是 这人在搞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bronzer 也是一个bronzer吧 是这个 汤姆霍尔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根本 这个也很难听 他们家的这个啊 也是粉质 这粉质 哇 这么粉质摸得太舒服了 特别特别的弄 他们家这个我当时喜欢 就是因为 当然我现在也很喜欢啊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细闪在 看得出来吗 微微的细闪 哦 漂亮漂亮 就是因为有这个细闪在啊 涂在你的脸上 给你的这种脸上在加分 很漂亮 哇 这细闪太美了 Oh my God Oh my God 它的修容可以做 那么漂亮的细闪 为什么它的高光就这么差呢 它的高光简直差得不行 我的天 他们家高光 我真的不喜欢它 它叫它修容太美了 反正就是这三个都是属于bronzer 没有一个是contour 那因为我长胖了 所以我就想用contour 我就不想用bronzer 这么有任何的问题 对吧 bronzer的目的主要是 调一下这个皮肤的那种 差距标 差太多 不要整个是摆到特别可怕 然后呢 就不像真人的脸 然后呢 就调一下 然后呢 稍微有一点点颜色 然后对 这样 但是contour的话呢 就是真正能够修容 哎 但是我就觉得吧 这个bronzer就修不了容 contour能修容 我脸要那么大 那是不是就拿contour了 我就不拿修容了 我就不拿bronzer了 所以那bronzer就整个三个 说要铁的 铁的一个都没铁 一个都没铁 真是漂亮 铁就是因为这三个没铁 所以我才决定 我今天就不要高成TV计划 反正一部铁 说了就完全就是过过嘴意 然后还有呢 这里是说要铁的 也没有铁 也没有铁 一个一大笔 你看 就是凹进去 看得出来又凹进去吧 应该看不出来啊 这个看估计也看不太出来 太美了 怎么这么看怎么那么美呢 特别漂亮 这个很好用 到现在用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不会影响妆感 冬天你不会让我的脸 有那种干到起皮的现象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 我就是爱 唯一的问题就是我用不完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用不完 太多了 这是家庭妆 27克 我的天 我为什么觉得我会甜 我能够用完一个27克的粉 太可怕 作为参考 这个Bobbi Brown 这个是11克 这个27克 我的天 爱你我一层 那时候反正就是打脸 也没有用完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 也没有用完 其实铁皮了 是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个修容 超级无敌好 而且很可爱 然后有个小小的镜子 这个皱霞 非常非常的保湿 然后皱霞效果 还非常的好 一茫茫 海底捞 不是 冰冰 海底捞 海底捞头的梳子 干嘛 我当时要梳头嘛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拿回来的嘛 你再包 它的遮瑕力很不错 我看这个颜色 特别棒 特别适合做眼下的体谅 然后还有两支眉笔 一个是Benefit的 那个四合一眉笔 我用完了 但是实体不知道去哪里去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Sona Excel的一个眉笔 也用完了 实体也不知道去哪了 也算啊 其实用完了 六个门用完 总共有13个产品 完成了一半内容 超过一半完成的内容 我已经很开心了 所以呢 2020年 没有铁皮计划 铁皮计划 我觉得看个人了 如果你想要多出自己 尽量用多一点东西的话 你可以制定一个铁皮计划 但是像我这种 有了铁皮计划 也不去好好听的人 就还算了 何必折磨自己呢 然后在这里了 体验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2019年 我当时做的年度大赏 有分了七级 大概就是从大年初一 到大年初七 都是 就是每一天都是 不一样类别的大赏 今年我就不能够做 七级那么多了 对于上班族来说 提前剪七级的内容 然后录制七级的内容 还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就级数应该是 到不了七级这样 而且题材 我发现像那上次那七级 有些题材 今年就不用出了 比如说最爱刷子系列 就不用出了 因为今年我没有买刷 我没有买什么刷子 我不记得 我有买过任何多的刷子 因为刷子 我刷子本来就已经够多了 我只有往外面丢过 我不记得 我再买新的 这样刷子那种类别 是出不出来的 希望大家就不要 不要怪对于我 今天呢就是非常愉快的 那么长的一个视频 很感谢大家看完它 然后也很感谢大家 一直就是在等待着一支视频 然后也谢谢大家 这么多年来给我的陪伴 还有喜爱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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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跟大家说 2020年新年快乐 相当有个非常满意的一年 好吧 五百万 五百万上好 下期的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接下来 再见 再见 再见